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学兄弟 在最近联想拯救者刚发布了一款小金刚R7Q 相比前代YR7Q 它的售价更加具备性价比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R7Q采用了环保的褐色纸皮 达它的包装配件包含了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一条HDMI线 以及两份说明书 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免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部分还需要领上4颗螺丝 就算安装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正面採用了三边微边框的设计 底边边框左侧应有联想拯救者的logo 底座应是A字型的设计 我们再来看一下背面 相比拯救者Y系列蜂窝网站的设计 R7变成了6倍设计 背面上方有一条散热孔 左双脚和右侧应有联想和拯救者的logo 支架方面它支持升降 扶氧30度水平旋转 以左右各90度的垂直旋转 并且支持实生时的Visa标准笔刮 接口方面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以及一个音频接口 比较可惜的是 R7Q并没有配备USB接口 接着我们来把它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联想的logo 然后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之后的第一转感受 它整体的色彩通透艳丽 但不会过饱和 通过一切测试 SFB容积达到了124% PBI为109 字体有轻微的发续现象 整体实际字体显示和图标轻易度表现一般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在RGB垂直条状排列 指向素形态是长方形 OS菜单方面 它一样是拯救者家族式的样式 操作的方式是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我们来看一下菜单中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色温 错障默认设定为暖色模式 实测为6549K 菜单中的色温选项 还提供了标准冷色和使用者设定 其中标准模式7137K 冷色8860K 色域空间方面 它内置两种色域切换 分别是P3和SFB 通过一切测试 SFB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8.5% 平均色域1.04% 最大色域2.92% P3模式 色域覆盖率为89.3% 平均色域3.5% 最大色域5.34% 由于P3覆盖不足 导致色准偏大 SFB亮度方面 桌上默认为220L 手动调节最大 亮度为302L 静态对比的为1419比1 超过了IPS标称的1000比1 表现不错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紫色部分 在300L左右 周围的浅蓝部分 在250-300L之间 以国标25公格 刺激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9.1% 表现一般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6296K 到6824K之间波动 右侧蓝指区域 为6200K左右 边缘绿色区域 在6500K到6800K之间 切换到全屏黑上 通过3D ISO图像 我们可以看到 漏光主要集中在 左上角和右上角 亮度峰值 在0.35L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呈向仪 生成雷达图 它的四角对比度 呈现IPS典型的 实质性分布 红色属于是 它的最佳四角区域 对比度达到了1400左右 最佳的垂直和水平角度 在25度左右 可视角度表现不错 平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 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它都是DC的调光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它的红光波段 呈现两个凸起的波峰 属于是KSF背光的特性 蓝光波峰在460纳米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8.47% 相对偏低 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 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 是1.4A的规格 连接PC 最高可以达到2560 乘1440 180Hz 10bit的全范围输入 HGMI接口是2.0的规格 不支持FRL协议 也就是18G的带宽 连接PC 最高可以达到2560 乘1440 14Hz 8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x Series X 它支持除去4K120Hz 24Hz和杜比世界之外的所有内容 连接PS5 它支持4K60的映射 支持HDR 开启高阵率模式之后 它可以支持2K120Hz 颜色格式为422 使用MacBook Pro 16连接 在HDMI的直连下 它可以支持2K14Hz 支持HDR 但不支持High DPI 使用Type-C直连 它可以支持2K48Hz到180Hz 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 但同样不支持High DPI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11毫秒 HDR性能方面 它通过了Visa 滴出了HDR400的认证 分区背光方面 通过垂直扫描线的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 联想R27Q 没有配备任何的分区控制 HDR亮度方面 实时最高亮度为465L 镜台对比的为1411比1 表现不错 UTF曲线方面 它有自动 照片 电影 游戏 和HDR400五种模式 通过一切测试 这五种模式 UTF曲线基本相同 由于黑场无法降到零 因此对暗部细节进行压缩处理 由原本的0L起步调整为0.1L 并开始逐步贴合标准的PQ曲线 到60回接 从60到80的回接 对亮部细节进行压缩处理 再到80之后 开始贴合标准的PQ HDR实景亮度方面的表现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度计 生成尾色图 所有模式的太阳核心亮度 都在380L左右 自动模式为379L HDR400模式亮度最低为378L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我们发现它的色彩还原不错 没有出现明显的过保和现象 岩石部分的暗部细节也很清晰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它的射击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彩断层现象 表现不错 HDR游戏体验方面 整体画面观感亮度优秀 色彩还原度高 暗部细节表现也属于是不错的水平 刷新率方面 它通过超频 最高可以达到180Hz 在实际的测试中 180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抢业方面 它有5个OD档位 分别为关闭和1-4级 实际用仪器测试 关闭模式下6.6毫秒 1级6.37毫秒 这两个档位几乎没有过冲的现象 2级5.65毫秒 平均过冲0.12% 最大过冲为2.5% 3级4.37毫秒 平均过冲6.9% 最大过冲19.07% 有轻微的轨影现象 4级3.78毫秒 平均过冲23.75% 最大过冲74.62% 这档有明显的轨影现象 属于是不可用的状态 最终我们以3档 作为它最快可用响应时间 这个成绩 在同级别中 属于是碾压的水平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它通过了Visa的Cleaner MR6000认证 在最佳OD档位下 比较为5.5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体榜的第22名 实际在Eofo运动轻度测量中 飞碟本体轻熟度一般 但后方的托位控制表现还是不错的 游戏功能性方面 菜单中还有暗设增强功能 有1-4级的调节 调到最高之后 暗部提升明显 但会伴随着明显发挥和轻微的过曝现象 刷新率显示方面 227Q支持49-180Hz的可变刷新率显示 显示的方式为数字 点到最后 227Q内置了一对双3W的扬声器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它的音质表现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内部的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理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 中央有一块体积较大的金属屏蔽罩 对内部电路进行保护 拆开金屏蔽罩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驱动板和电源板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驱动板 主控IC4锐义的RTD2798 它支持2K 180Hz和4K映射 面板贴质方面 型号为ME2270QHM-NF0 这是一块由京东方生产的原装模组 2K分辨率 最高支持180Hz的刷新率 8斗10的射身 接着我们来看RTQ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射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指标计算 它达到了124%的SRGB容积 射域天梯榜排名的110名 SDL亮度方面实测为302L 亮度天梯榜排名的131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1419比1 对比度天梯榜排名的39名 大幅度超过了IPS标称的1000比1表现不错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仪的测量 它的最佳垂直和水平角度 达到了25度左右 表现不错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格的白点测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15.86% 均匀度天梯榜排名的117名 SDL单独测的项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 实测为465L SDL风值亮度天梯榜排名的79名 SDL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1411比1 SDL静态对比度天梯榜排名的31名 分区背光方面 看一下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27Q最快的可用灰阶为4.37毫秒 排名灰阶响应速度天梯榜的第38名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 BT为5.5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梯榜的第22名 按照惯例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 采用BO1原装模组 超频180Hz的刷新率 灰阶响应在同级中属于优秀的水平 同时 它还通过了Visa的CMR6000认证 2. 通过了Display HDR400认证 实际的HDR观影表现较为出色 3. 全程DC调光 同时支持硬件低蓝光 并且通过了来影眼部舒适认证 静态对比达到了1400比 最佳视角也达到了25度左右 在同价位同级别中 属于很优秀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 1. 亮度均匀度和摄温均匀性表现一般 2. 没有配备USB接口 整体接口的拓展性相对一般 3. 这架模具不是免工具安装的快拆结构 有油画的空间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拯救者227Q-30的全部的射出报告 如果大家对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